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肿瘤科医生,不容易得癌的人 一般都有这五种特质 看看你占了几个 说到癌症,很多人会说 人和人的差别怎么那么大呢 一个很年轻的人,可能突然就化癌死掉了 而很多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 身体里却没有任何癌症的蛛丝马迹 不是说年纪越大,越容易患癌吗 为什么不同的人差别却那么大呢 作为肿瘤科医生,要告诉大家的是 癌症的发病与诸多的因素有关 遗传、饮食、年龄、熬夜、肥胖 缺少运动、吸烟、酗酒、环境等等 正因如此,癌症的发病却存在无数未知的可能 从出生开始,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患癌几率也是相同的 但是,后天漫长的时间里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所处的环境不同 也决定了有的人很年轻就患了癌症 有的人虽然年纪很大,却格外健康 不容易患癌的人,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吗? 一,长期坚持运动的人,不易患癌 有句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能够提高免疫力,从而发挥抗癌的作用 2021年9月发表在《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的期刊上 一项研究显示,运动后会释放出一种减缓癌细胞生长的秘密武器 给身体内创造一个抑癌环境 2022年2月的一项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的研究显示 当个体长时间的坚持每周多次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时 体内会释放出更多的对抗癌有作用的分子 比如白结束6 这些分子能对异常细胞发挥作用促进DNA修复 减缓癌细胞的生长 越是爱运动的人,长期坚持运动,养成了运动的习惯 越会一直的坚持下去 越是不爱运动的人,越会三天打鱼,两天塞网 2.能管住嘴的人,不容易化癌 民以食为天,大多数人都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 生活水平的提高,吃得好了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管不住嘴而饱受肥胖的困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是肥胖,化癌的风险越高 英文一项刊登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指出 体质指数以17种癌都有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 体质指数每增长5公斤 疲患子宫癌、胆囊癌、肾癌、肱颈癌、甲状腺癌 以及淋巴癌的概率就会明显的上升 从统计学上看,体质指数每增加1公斤 英文每年就会新增3790名肿瘤患者 有些食物吃多了会直接诱发肥胖 比如油炸食物、肥油、动物内脏、动物油等 有些食物由于改变了而制作的方式 可能会增加致癌物的含量 比如腌制食物、熏制食物以及烧烤食物 有些食物则是储存方式不当而变质 比如没变食物 还有些食物也是因为环境污染导致食物也被污染了 比如污水污染了土地 导致该土地长出的粮食作物 以及蔬菜等含有超标的致癌物 3. 不吸烟的人不容易患癌 英文癌症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显示 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吸烟 那么在75岁之前 肺癌的患病率只有0.3% 但是如果吸烟的话 概率就会增长至16% 若每天吸烟根数超过了5根 那么罹患癌症的几率就会增长至25% 吸烟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肺癌 这是因为香烟在燃烧的时候会释放多种的致癌物 包括尼固丁 庞大的阴民以及糟糕的戒严情况 使得我国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是居高不下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全国的癌症报告 我国肺癌发病人数为82.8万 死亡人数为65.7万 4.远离酒精的人不容易患癌 2021年全球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指刊《柳叶刀总留学》期刊 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 即使少量的饮酒也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 研究数字显示 在全球的范围内 2020年估计约有74万1300例新发癌症病例 与饮酒有密切的关系 其中男性占比更大 新发病例的人数高达了56.87万 占比76.7% 女性占比不到十分之一 从地区影响来看 东亚地区受到酒精影响罹患癌症的分配系数最高 平均值为5.7% 而中东欧地区均随其后 平均值为5.6% 而北非西亚地区受到酒精影响患癌症 中东欧的分配系数最低 仅为0.3%和0.7% 口腔癌 咽喉癌 食道癌等疾病 结肠癌 直肠癌 肝癌 以及有腺癌的发生 均与研究有关 喝酒之所以会诱发癌症 主要是酒精中间代谢产物一全 会诱发DNA的突变 5.拥有开朗的性格和外向性格的人 一般来说性格比较外向开朗的人 情绪也会比较好 身体不会长期的处于压抑和紧张的状态 也不会导致身体的一些内分泌失调受到影响 心境一直是人们健康的基础 一个人只要心情快乐没有心理负担 那么此人也必定是非常健康 更别说会患癌了 并且有研究表明 说唱的心境可以帮助人们抵抗癌症 甚至治疗癌症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这使得不少人常常处于紧张压抑烦恼中 当人们遇到变故矛盾不开心 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容易气不顺畅 欲欲寡欢 产生肝气欲结的症状 情治抑郁 肝思疏泻 气不调顺 脏腑失和 气机组织 聚而不散 久而久之 气治而治 血行不畅 脉络于阻 结而成快 肿瘤由此形成 常见的治病武器包括 怨气 闷气 怒气 赌气 嫌气 我研究发现 经常情绪不良的人 体内的不良因子会比普通人高 肿瘤发生率也比一般人高出三倍以上 看了上面五点 大家很容易发现 所谓的不容易患癌的特质 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以及良好的情绪管理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怎么样预防 不是让你去满世界的寻找 各种妨碍的偏方和秘方 其实就是做好每一件事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 就到这里了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的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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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